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在6月举办了,也许是近年来最重磅的WWDC开发者大会。 在会上,苹果除了常规介绍了各个系统的无聊更新之后,此次开发者大会发表多款重磅硬体产品。 苹果按照惯例,更新了采用M2系列晶片的Mac电脑。 最先发表的便是,MacBook Air 15,其采用了一块15.3英寸10bit色深500nit亮度的显示荧幕,并搭载了M2晶片,售价1299美元起。 苹果顺便也宣布了采用M2和M1晶片,MacBook Air将价至1099美元和999美元。 而M2系列的最强新MR Ultra也随MacStudio一同亮相,相较搭载M1 Ultra的上一代。 新一代MacStudio CPU效能至高提升了20%,GPU效能最高提升了30%,同时顶配版统一记忆体也提升了50%,达到192G。 MacStudio入门款采用M2 Max处理器,其售价1999美元。 这次发表的Mac产品中最重要的,是补全了Mac苹果晶片字眼的最后一块拼图的Mac Pro。 新款Mac Pro也用了旧款外观,但是处理器从英特尔改成了NR Max和NR Ultra两款处理器可选。 由于处理器相同,所以新款Mac Pro的可选主要硬体配置,其实和NR Ultra款MacStudio非常相似。 最大的不同则是,Mac Pro多了6条PCIe 4.0扩展,用户可自行根据需要选装扩展模块。 Mac Pro有塔式和机架式两种外观可选,其售价6999美元起。 当然最重要的产品,则是苹果在最后花了近一半的时间介绍了。 筹划多年的苹果手抬头戴饰增强现实眼镜Apple Vision Pro。 在设计上,Vision Pro为似于市面上常见的VR眼镜、头显正面,采用了一整块3D层压玻璃。 在玻璃下方隐藏着用于手势识别、空间识别以及透视等功能的光学感测剂,以及一块用于显示用户眼神的显示萤幕。 在头显上方则是拍摄键以及数码旋钮。 在头显内测则是显示模块,Vision Pro采用了Micro OLED显示萤幕RGB排列,评工宣称单眼解析度可达4K。 同时在显示器周围还搭载了一共4颗用于视线追踪的高速红外相机。 此外,苹果还和蔡司合作,为Vision Pro提供了附加镜片,方便需要戴眼镜的用户使用。 苹果在Vision Pro中大量使用了织物部件来保证产品佩戴足够舒适。 同时,两枚支持空间音讯的扬声器被藏在头显的净腿处,该设计能保证扬声器能够尽可能地贴近不同头显人的耳朵。 不过,Vision Pro的头显本体并不包含电池,需要使用电源线外接电池使用。 在生物安全方面,苹果在Vision Pro中应用了Optic ID红膜识别方案,同时为保证用户隐私,眼球跟踪和空间位置跟踪均在头显本地完成,并不会上传到第三方应用中。 为此,Vision Pro采用了双苹果晶片设计,其中M2晶片主要负责城市处理,而R1晶片则用于空间快速定位, 等对视野敏感程度高的数据处理需求。 苹果表示,R1晶片能使得头显移动时显示的10延降至12毫秒。 虽然在外观、定位和显示方式上,Vision Pro非常类似于VR眼镜, 但Vision Pro相对更注重AR的使用场景,有时也被宣传为混合现实MR。 在默认使用方式下,Vision Pro更像是一个AR眼镜,用户可以在真实的环境下根据应用创建一个或多个基于窗口的虚拟荧幕。 虚拟荧幕位置和真实环境物体的相对空间位置所绑定, 同时,Vision Pro会根据现实光照,实时调整虚拟荧幕的色彩和阴影, 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真实环境。 此外,Vision Pro还会分析现实环境的空间位置和材质, 通过声音射线追踪来模拟房间混响,使得声音听上去更具空间感。 有趣的是,用户不仅能够透过Vision Pro看到外界, 在外界的其他人,其实也可以透过头显上的荧幕看到用户实时的面部表情和眼神。 当然,这块对外的显示荧幕,除了能够帮助用户和他人建立眼神沟通以外, 还能向其他人显示Vision Pro当前的状态。 例如,是否在使用Vision Pro录影,或者是否处于全沉浸的VR模式。 Vision Pro不仅能够拍摄3D影片, 而且在观看时,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通过调整前面提到的数码旋钮来调整现实环境的亮度, 来获得类似VR的沉浸体验。 Vision Pro其售价3499美元,将于明年在美国发售。 这可以说是苹果几家最高的产品了,比不少Mac电脑还要贵。 在这次发表会上,还有个细节引发人们关注。 那就是,库克在发表会全程,都没有提及元宇宙, Metaverse这三个字,而是用了空间运算的名词作为替代。 他表示,Vision Pro把人们带到了空间运算, 就像Mac把人带到了个人运算, iPhone把人带到了行动运算一样。 这并非苹果第一次避免提及元宇宙的概念。 此前,库克在采访中就表示普通人, 根本不知道元宇宙是什么概念, 也不应该鼓励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过一辈子。 因此,Vision Pro在苹果这里, 被定义混合现实电子装置, 而不是VR虚拟现实电子装置。 当然,不提元宇宙还有别的考虑, 事实上元宇宙概念这两年已经炒作过火, 现在早就从高潮中退烧了, 甚至这个概念都被人嫌弃。 所以,库克不提这三个字也是现实考虑的, 可能是为了防止别人把Vision Pro 跟已经降温的元宇宙产品联系起来, 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软体应用方面, Vision Pro将搭载新的Vision OS作业系统, 开发者需要基于新系统, 专门为头显推出适配VR与AR场景的应用。 为了让开发者在满足硬体需求的前提下, 尽可能便利的开发软体, 苹果计划在晚些时候推出Vision Pro的开发者套件。 据悉,Vision Pro的开发者套件将提供在头显上快速构建、 迭代和测试软体的能力, 便于开发者更轻松地开发适配头显的软体, 完善电子装置的软体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推出对应的开发者套件外, 苹果还将为现有的APP, 提供Vision Pro兼容性测试, 并提供访问Vision Pro开发者实验室的机会。 Vision Pro开发者实验室在全球有六所, 所处城市分别为库比蒂诺、 伦敦、慕尼黑、上海、新加坡和东京。 作为苹果在该领域的首次尝试, Vision Pro在硬体方面是目前M2领域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但对于一款在演示中针对办公与影音娱乐的产品来说, 它在软体方面的表现, 自然也是至关重要。 目前, 微软已经宣布, 将作为首批入驻Vision Pro头显的开发者之一, 把旗下诸如World、Bixel、Tings等办公软体 搬上该平台便与佩戴者在头显环境中办公。 从目前苹果展示的内容来看, 在Vision Pro上的World等软体均支持视觉追踪功能, 用户可以直接用眼神来控制用户界面。 不过, 苹果与微软都还没有放出, 关于Vision Pro上办公软体的具体表现, 但对于被用户系称为苹果最佳开发者的微软来说, 这一全新的平台无疑是大展拳脚的机会。 其他重要软体开发商估计也会郁郁于世。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